霹雳社亲团副组织秘书刘德同两年前买了一辆二手车 原本一切顺利 但到了今年1月13号 他却突然接到吉隆坡一家修车厂的电话 指他的丰田轿车出车祸 还发来一张照片显示设货车辆 由于刘德同和轿车当时都不在所谓的车祸现场 也没有涉及车祸 因此他马上到警局报案 投诉自己的车牌遭人盗用 不料两个月后又一家修车厂联系他 再次告知他的轿车又发生了车祸 这一次对方还发来了身份证和拥车证件等照片 刘德同才赫然发现 除了车牌 自己的很多资料都被盗用 照片里面有几张 有Gran 有我的IC 还有Bush Park的验测纸 当时我就很否认说 那个不是我的东西 那个是伪造的 就这样 然后车厂的人告诉我 这样的话你要去报警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东西 他害怕说人家会 加这辆车去作案 由于担心自己的资料遭人盗用 去做不好的事 刘德同已经报警 希望警方尽快打击这种 伪造和盗用他人证件的不法活动 避免更多人受害 希望警方根据这些证据 来做出这个调查 然后就把这个事案者 给绳制依法 刘德同也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不要轻易把个人证件和身份资料等 复印给其他人 NTV7 霹雳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